113年我们的新春谈判 那我今天心里特别高兴 因为我的执政要迈向第六年 那前五年我们的新春谈判 那只有第一年那比较顺利 那后面三年因为碰到疫情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的这个疫情防疫的关系 所以没有举行实体的开工 就是用透过广播的方式 那去年开始逐渐恢复实体 不过去年的一个开工 因为大家疫情才还在刚结束的阶段 大家心里还有负担 所以我们并不鼓励大家参加太多 那来的人不多 那现在疫情平稳 那所以呢今年开工特别热闹 有很多的我们包括各级民意代表 包括我们的市政顾问 包括很多的贵宾市民家人市府的同仁 参加非常踊跃 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团伴也是开两场 一场在我们的新市政中心 另外一场就待会我要赶到阳明大楼去 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政府的这个园区 那所以今年我们办的这个团伴呢 就办了两场 那另外也跟大家报告 在今天新春团伴当中呢 那我除了谢谢我们的市民家人市府团队 大家共同努力让过去的这五年当中 虽然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跟考验 包括疫情 但是台中的市政进行非常的平顺 而且受到肯定 包括在九个不分党派跨栏率的民调当中 我们都拿到六都第一名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但是我也其免我们所有的市府同仁 在今年113年这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要抱持着两个初心 第一个初心呢 我们是公普也是市民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市民的视角出发 从市民的角度去思考 来决策来执行来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同理心 那第二个我要 我期免我们的市府同仁 我们要把台中市当做一个大家庭 那市民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一定心里要有爱 把台中市当做大家庭 把市民当做家人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更加努力的 好好的照顾 好好的建设 那好好地帮市民朋友 让他们生活更宜居 更快乐 更幸福 所以我今天在团拜当中 那像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肯托 那希望我们今年 一样要保持这两个初心 来建设我们台中服务市民家人 谢谢大家来参加团拜 谢谢 市长策略如果今天没有来 因为我们今天的是自发性参加 那我刚才特别提到 我们的同仁有将近五万位 五万位 那所以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 自动参加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根据往年都一样 那所以大家有空就来参加 但是如果还有在公务上 或另有行程的话 那就请大家以公务优先 譬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位副市长 大家就可以看到 赖副市长不在现场 因为他就是去台北参加行政院会 今年开春第四行政院会 所以每位同仁 他基本上还是要以坚守工作岗位 那有空的人来参加 都欢迎 谢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台中市在食安的标准上 一下是比别人严格 因为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市民家人的食安 所以呢台中市有很多的政策 都是领航全国 譬如说我们在学校的营养午餐 那很早我们就优先禁止 不可以使用瘦肉筋 那必须使用国产猪 包括我们的鸡蛋 各种的食材也都是一样 那另外台中市的这个检验的 人力跟能量跟器材 我们配置比别人多 所以我们一年的检验的 这个以一个城市的检验量来讲 可能是其他城市的好几倍 那总而言之 我们一定要发挥 强大的食安维护的功能 那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市民朋友的食安 另外也有很多外来的民众或游客 那进到台中市来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会持续努力 那立任要求 请政令专案报告您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职权 那因为我们就是把台中市政做好 那至于立法院的职权 那我们予以尊重 谢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五年下来 我在市政的场合 在公务时间不谈选举 那也不会谈政党的问题 那谢谢大家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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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